Hello 大家好 这一讲呢我们将要继续通讯录的这个界面 我们首先 双击打开我们上一节课存档的文档 我们点击一下首页这个界面 复制 一个职能对象出来 把它移动到右边 然后我们双击 先改一下名称 我们双击进入开始进行编辑 首先呢把我们这几个颜色变成灰色 我们从发现这个界面里 一样的我们 拖拽一个人物 复制到 我们的文件里面 我们可能忘了把这个名称改一下 通讯录 我们通讯录界面里呢 我们找到 找到我们产品原型 我们看一下通讯录 通讯录这里呢 有头像 然后 名称 还有一个关系 好 所以我们把这个关系改一下 然后我觉得现在他们之间的距离呢稍微有一点近 所以我们把距离 拉远一点 然后我们把它整体的这几个乘个乘一个组 我们叫这个好友一 每一个好友之间的他应该是有一个分割符的 所以我们同样从这边 复制一个分割符过来 然后放到这个位置 然后我们把它放到好友一的这个 组里面 我们 按住out键 把整个组 复制一个过来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有一个 第二个 好友的列表了 我们给第2个列表改一个名字 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能需要把头像换一下 好我们再把第2个好友的这个组 复制一个 我们这个时候呢也可以把这个 好友的一个类型改一下 把头像改一下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为了 我们的速度更快呢 我们可以同时选择这三个组 进行复制 我们通讯录界面通常来讲的都是按 ABC这样的一个排序来排的 所以我们在打名字的时候呢 要尽量 把按照他这个逻辑去做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打名字呢 不能太随意 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 百度 搜索一个好友列表 我们找到一个微信的好友列表 然后我们可以将这边的 名称 我们 复制过去 放到我们的这个 我们的文件里面 我们的文件里面 现在呢 现在呢我们就可以把这张图删掉 然后我们 再根据我们的名称给他配一个 我们觉得 还不错的一个 头像上去 好 好 这样呢 这样呢 我们就把好友列表的头像和名称 都已经 给他 放进来了 好了 我们 我们接下来呢 我们 右边添加一个 快速的 所谓的一个所以 我们选择文字工具 然后打上 A 然后 这个时候我们注意要用大写 好 这样呢 我们就把这个 打好了 打好之后呢 我们需要用文字面板 呃 对他的这个段落间距 再进行一下调整 打好之后呢 我们就需要对这个文字的 段落间距 进行一下调整 那保证他和我们的屏幕的高度差不多 我们通常来讲呢 这个 这个界面 呃 除了这个z以外 应该还有一个特殊符号的一个标志 一一般呢 他会用这个警号件 啊 所以我们 这样的话呢 这个距离是稍微有点不够 所以我们给他设置为38 啊 这样是差不多的 我们给他移动一下 啊接下来我们还是 对照着我们这个通讯路啊 我们上面有一个添加好友 然后以及一个搜索的这样的一个 功能 我们现在就在这个右上角 去绘制一个 添加按钮 那显然这个是有点太大了 我们给他缩小一下 然后我们 我们这个时候会发现 我们刚刚缩饭过的这个图标呢 是有一点边缘发虚的情况 我们需要对他进行一下 调整 然后接下来是我们的搜索的一个图标 好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缩小之后呢我们会发现搜索的这个右下角这个柄稍微有点粗 所以我们需要对它再做一些小的微调 我们再缩小看一下 现在的感觉还是可以的 我们把这两个按钮都往右移动一点 那除此之外呢我们通讯录通常呢会有一个你一共有多少个好友的这样的一个提示 那我们把整个所有的现在的这些好友列表呢往下挪一下 那我们现在移动的时候我们发现就是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这几个图标包括这个文字也跟着一起移动了这是有问题的 所以我们需要把这个东西从这个组里面抽掉出来 把它们放到最上面 这样的话呢他们就不会跟着一起移动了 好 然后我们看到最后一行这根线有点多余 那我们把它删掉 好 然后我们再在左上角复制一个出来 我们可能一共有128位朋友 好 放在这 那这个现在看起来不是很明显 我们把它的字体的大小稍微调大一点 然后颜色呢也可以适当的加深一点 现在呢我们这个通讯录界面呢基本上就是初步的已经设计完了 好 我们对它进行一下保存 我们回到回到主界面看一下这四个界面之间的关系 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发现一个问题 就是在通讯录界面的时候 我会觉得头像有点太小了 因为这个界面其实我可能 我可能会需要第一眼就去识别我的每一个好友 那所以我现在我得回到我的通讯录界面 我对每一个好友的这样的一个头像的大小呢 要进行一下调整 我们给它调整到90像素 然后把这个文字进行一下移动 然后把这个线条也同样移动 好 我们缩小一下看一下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这个时候我可以很容易的聚焦到这边的头像 这头像的节奏呢明显强于它的名字和这个好友的一个我的好友关系 那我认为现在的这种状态呢 可能作为手机阅读来讲 或者手机通讯录识别来讲更有更有意义 所以我对下面的所有的这个呢都进行一下我们统一的一个修改 好我们修改修改完之后啊 缩小看一下保存一下 回到这个主界面 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调开历史记录 然后对比一下我们第一个改之前的界面和我们调整之后的界面 那我们明显能感觉到调整之后的这个界面呢 整个画面的节奏感 呼吸感就是这边空间的留白 这个地方的一个疏密关系会更舒服一点 那修改之前呢 这个关系呢会比较紧张一点 整个整个这个通讯录的界面呢 看起来会稍微有一点紧 那我们还是保存我们后面修改后的这个样式 我们保存一下文档 那我们这节这个通讯录的界面呢 这节课就讲到这里 好谢谢大家的观看